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当然 因为事件太长了 上不来了 就是我去英国的时候呢 大家经常提到就是建筑 建筑风格 他都用几个王的时代来代表 所以你看 这趟街这个风格 这是伊丽莎白风格 就他指的伊丽莎白一世 很早了 说这个是维多利亚风格 指的维多利亚女王 这是乔治风格 就乔治时代 他按这个区分 就说以谁的名字呢 就说明这个时代呢 起码是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 那么伊丽莎白女王呢 伊丽莎白二世呢 很多人奇怪 说是中国也好 西方也好 那都男的当王啊 怎么还有这么多女王呢 这一点首先一个是欧洲啊 在男女平权上 要比中国风格社会做得好 还有第二个女王是怎么诞生的呢 就是当这个王 国王 驾崩了 但是他又没有合适的子嗣来继承 这时候往往由王后出来 这种情况在欧洲历史上出现过三十多回 可以算得上屡见不鲜 所以当然这女王呢 有的是顺序继承 你像伊丽莎白二世 像维多利亚 这是 也有一些呢 就是用别的手段 你比方说俄罗斯呢 耶和杰琳娜二世 和耶和杰琳娜一世 这两个女王其实是通过政变的手段 把权力拿到手 在一定程度来讲和武则天呢 这个有点差不多 所以女王在欧洲呢 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存在 而且现在呢 我们也知道欧洲王室呢 大多数只是象征性的 就是光有这个名望在这 然后更多是国家的一个吉祥物 这也是英国啊 丹麦 荷兰呢 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啊 他创造性的 用君主立宪的方式呢 保留了君主 这样使社会过度不那么激烈 你像法国废除君主的过程 又是上断头台 又是巴士抵御革命 所以造成的流血牺牲非常大 所以英国保留了王室呢 然后接下来她一点点缩小王室的权利 这形成了今天的女王制 现在伊丽莎白女王呢 她名义上是英国的元首 其实她对英国的政治干涉程度是极小的 但是呢 英国的外交有时候离不开她 你比方世界范围内 加拿大 印度 澳大利亚 这都是英联邦国家 那么女王有时候出访英联邦国家 代表着这个国家要有普天同性的事 也代表着外交层面双方交往过程当中 一种软化行为 所以这点来说 女王在英国的政治场合还是不可或圈 对 没错 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说到英国 咱们再多聊点有关于英国的事 梁老师精通历史典故等等 有一个人要提到 就是英国最伟大的人之一 丘吉尔 他不仅仅是伟大的政治家 也是个伟大的文学家 还获得过文学诺贝尔奖 五三年 五三年多文学讲 他写这本书叫 不需要的战争 也一座 标准一座叫 不必要的战争 不必要的战争 他需要跟必要在英文里 还不是太一样 他这本书名叫不必要的战争 就他绝点是什么呢 你看你不需要是指什么 就这个时代是要和平的 不必要战争是什么 这个战争本来可以不发生 他这个应该标准一座 不必要的战争 为什么这么一样 因为丘吉尔在这个 二战之前的时候 他在英国当内政大臣的时候 他对当时英国的 这个首相张木伦的 绥靖政策很不满 几次你比方说 苏台德地区事件 波兰的事件 这些国家陆续被这个 希特勒吞并 但这个时候 丘吉尔就主张 英国应该有自己态度 应该跟法国联合起来 抵制德国这种扩张主张 这样下去 希特勒政府是贪疼无厌的 早晚在欧洲会酿成大祸 所以他觉得英国应该 可是遗憾的是当时呢 张木伦只要不打仗就可以 就容忍这现象 法国呢 也是绥靖政策 苏联就更不用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事实上是一个互保安全 同时共同瓜分波兰的 这么一个罪恶条约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等于对希特勒是养虎一换 一点点把他养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丘吉尔在40年那时候 临维受命的 开始是出任这个英国的海军大臣 接下来呢 又临维出命 战时的非常时期的首相 所以丘吉尔一直是在这方面 对希特勒有着本质的认识 所以他本能在防范 这个战争发生 遗憾他当时人为严轻 而且光是英国力量也不够 所以最后二战这个大获酿成了 丘吉尔认为呢 如果欧洲能够达成共识的话 本来不必要有这么一场战争 所以他一座叫不必要战争 这其实是二战期间呢 他个人经历的一个 细致如微的回忆录 这本书在1953年 获得了诺贝尔学奖 而那个时候 丘吉尔是第二次担任 这个英国的首相 他第一次呢 是我说40年到45年 1945年呢 这时候反反义战争已经胜利了 丘吉尔以为自己呢 马上说我这是非常士气担任首相 我卸任 然后全民大选 走正规程序 他以为自己没问题 肯定能选上 结果没想到 没选上 没有想到 当时呢就是 有这样的传闻 咱现在网上也流传着 说你看你的 你当初你支持的人民 最后把你选去了 丘吉尔说 我们为什么打仗 我们目的就是让 我的人民 有这个资格把我选掉 当然这个话 我找遍了很多点集里头 没想到 就是不是丘吉尔说的 很难讲 但是丘吉尔当时呢 有一句话说的 可确实是他说的 什么 他说世界上伟大民族的特点是 对这个民族伟大领袖的遗忘 这是丘吉尔说的非常精辟的一句话 就是你即使有再伟大领袖 对这个民族做出再多的贡献 不等于你在不同的时期 都能够带领这个本民族向前进 所以这点上丘吉尔呢 是对自身的能力 包括对英国的一种民主意识 他有着深入骨髓的一种清醒认知 所以这丘吉尔当时的一大贡献 但是很多人呢 对丘吉尔反感是在哪 他认为丘吉尔在骨子里头啊 他是反共的 他一直和共产党国家之间 是存在着鲜明对立 而且他在骨子里头呢 对苏联呢 对社会国家是不信任的 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冷战两个字 其实是丘吉尔说出来的 在1946年呢 战后丘吉尔在首相卸任了 他到美国 因为他跟洛斯普总统啊 这些人关系很好 这时候洛斯普总统已经过世了 那么到美国的时候呢 他在美国总统 当时艾森哈温尔陪同之下呢 到了美国一所大学 1946年 他在这所大学里 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讲 他怎么说呢 说事实上 别看整个欧洲解放了 法伊斯消灭了 看起来是和平时代 但是从波罗的海的石器清 到亚德里亚海的李亚斯特 一个巨大的铁幕 已经拉了下来 他这实时就是 欧洲的西欧和东欧这趟线 这边苏联控制 这边是盟军控制 所以他说 这时候事实上 有意识形态的不同 双方已经开始冷战了 所以那个时候 虽然说这个铁幕冷战 这样的词汇没有完全流行 但后来大家发现 丘吉尔说的完全事实 所以后来铁幕冷战 这样的词汇就广泛流传 丘吉尔确实是一个时代 非常了不起的领袖 后来有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丘吉尔这样的人 恐怕不是按不就不按的 教育制度能培养出来 因为他当年他是战地记者 曾经越过狱 打过仗 好多事都在 所以当年英国的有一个 这个政府官员 到这个中国访问 这70年代时候 当时北京的教育部门的人 带着他到了昌平 大兴这些地方看学校 所以你看我们的教育 我们能让原来 穷得不像让孩子 都能够上了学 上了几学 然后这个官员 跟英国人说了句很遗憾的话 他说我们虽然这教育 我觉得很好 但是我们却失去了 我们的丘吉尔跟大佬了 就是我们这种 平权式的教育 均等式的教育 义务教育 是很难培养出拔尖的人才 他是个普及性的教育 所以说这个时代 再单身像丘吉尔这样的人 好像很难 他是在特殊时期 就我们说时事造业 是特殊的 是特殊学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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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